第六十一章 陈锦铭抽烟的过程中一言不发 我和方元就这么干站着 终于陈锦铭叹息着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对我们说道 这次卓美内部的权力斗争出现变数了 怎么了经理 陈锦铭仰靠在办公椅上闭上眼睛 许久才睁开 咬着牙说道 不知卓美的CEO通过什么途径 得知米仲德的阴谋 三天 短短的三天时间 雷厉风行地调查了招商部李经理的财务状况 最后以财务问题 将李经理从卓美给清理出去了 这丫头 不是一般的有手段 有魄力啊 填不住啊 我自然知道陈锦铭口中的丫头是迷彩 更没有预料到 他仅用三天时间便瓦解了这场针对他的阴谋 我沉默 方元却疑惑地看着我 陈锦铭不知道我和弥彩的关系 可能误以为是卓美内部的成员走漏了风声给弥彩 而方元是知道的 方元最终并没当着陈锦铭的面质问我 情绪却低落地向陈锦铭问道 那经理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们宝利还是错过了这次超越卓美历史的最好机会啊 接下来肯定是一场熬战 按照之前的计划走吧 先做好这次的促销活动 方元点头又试探着问道 经理 咱们公司高层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啊 我现在还没有将这件事情通报给上面 最后是什么结果 你们等我的通知吧 你和张阳的职位升迁的事情 我一定会尽力和上面去争取的 好好努力 那经理 你自己 陈锦铭没有回答方元 只是向我们挥了挥手 示意我们先行离开 他的低落让我和方元都明白 他已经因为此次事件 丢掉了晋升公司最高层的机会 离开了陈锦铭的办公室 方元拉扯着我进了电梯 随后两人站在了公司顶楼的天台上 我点上一支烟 等待着方元正在酝酿中的火山爆发 赵阳 我真的情愿 是他们公司内部的人泄露出去的 而不是你 方元压制住情绪 并没有想象中火山爆发似的愤怒 他一向比别人都冷静得很多 不是卓美的人泄露的 是我告诉迷彩的 你他妈这么干 对得起陈锦铭吗 对得起我们努力了这些年 才争取来的机会吗 方元的言语冰冷中 带着压制住的愤怒 我不语 只是重重地吸了口烟 我这么做 确实除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坚守 谁都对不起 包括自己 我毁掉了陈锦铭和方元的同时 也毁掉了自己的前途 你他妈说话呀 怒不可遏的方元 终于一脚踹在了我的小腹上 窒息的疼痛中 我摔倒在地上 却没有看方元 许久才捡起从手中掉落的烟 又抽了一口 我有些痛 心也有些疼 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 赵阳 你他妈是不是收了迷彩的什么好处 你是不是准备跳槽的卓美 另谋高就了 我没有 我没收他什么好处 赵阳 你他妈的混蛋 陈锦铭就不应该把你留在他身边 你为了巴结一个女人 连道义都不要了吗 你知道陈锦铭等这次机会等了多久吗 我他妈的看错人了 方元说完 再也不看我一眼 向楼道口走去 连背影似乎都那么的愤怒 我一口江烟吸完 躺在了地上 看着蔚蓝的天空 让风从自己的身上割过 疼痛中 我苦涩地笑了 我和方元将近十年的兄弟 可是他却觉得 我是为了巴结迷彩 才这么做的 原来在他心中 我只是这样一个人 事实上 我只是写了一封信给迷彩 他并不知道写信的人是谁 我们之间也根本没有什么利益交换 而我更没有去巴结他 可是方元连他妈解释的机会都不愿意给我 或许我也用不着解释 如果他懂我 根本就不会误会我 曾经我深信不疑的 我们是交心的朋友 可是为什么连他也不懂我 难道十年的时间 都换不回一个理解和知心吗 我有点想哭 却哭不出来 于是呼吸着冰冷的空气 污液着 污液中 这座偌大的城市 渐渐化成了一座商城 我在这座商城里 丢失了爱情的纯粹 丢失了兄弟间的肝胆香肇 我又一次有了要离去的冲动 然后将那些疼痛的 悲伤的统统留在这里 最后截然一身的离去 离开了那座被冷风肆虐的天台 我当即带着辞职信 去了陈锦明的办公室 此时的我 甚至已经不愿意在这里找下一份工作 完成工作交接后 我便离开 永远地离开这座商城 我打开陈锦明办公室的门 低着头走了进去 正在看文件的陈锦明 有些不解地问我 你 你怎么又来了 我将手中的辞职信 摆放在了陈锦明的办公桌上 与其歉疚地说道 经理 我 我是来向你申请辞职的 陈锦明吃惊地看着我 许久才将文件 放在了一边向我问道 怎么突然要辞职 你刚刚也没有和我提的 经理 其实 我想辞职已经很久了 也深思熟虑过 在这个城市里 我买不起房 看不到希望 再加上我妈身体也不太好 我 我想回家陪在他身边 希望您能理解 我尽量用平静的语气 对陈锦明说道 虽然这并不是我辞职的真正理由 但也是发自内心的理由 陈锦明摇头对我说道 赵阳 刚刚我对你和方元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和他的职位生前 我会尽力去和上面高层去申请的 你们不会受这个事件的影响 你虽然平时看上去完事不够 但是 但是是有才华的呀 这次的促销方案上面就能体现 虽然还不知道执行的效果 但这份促销方案很具有创新的精神 如果你愿意断正太多 再保利百货好好做下去 一定会有前途的 陈锦明的话 让我心中愧疚更深 我对不起他 我知道 遇到他是我三生有幸 以后在职场的险恶中 我也不一定会再有机会 遇到这样的好上司 可是正因为这样 我更要离开 我不能生活在自己的负罪感中 我的离去 是对自己 对方圆 对陈锦明最好的交代 沉默许久 我再次坚决地对陈锦明说道 经理 请您理解我 成全我 陈锦明看着我很久才问道 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经理 陈锦明点了点头 从笔筒里拿出笔 在我的辞职信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第六十二章 我拿着陈锦明 已经签上字的辞职信 去了人事部 又去了财务部 办投了一些手续之后 我回到了办公室 我来到了方圆身边 对他说道 我已经和陈锦明申请辞职了 他同意了 你安排一个人和我交接吧 在我说完后 办公室顿时安静了下来 连敲击键盘的声音 都不再响起 所有目光 全部聚集在我的身上 他们和陈锦明一样 没有想到我会突然提出辞职 方圆却一点也不意外 对我说道 你手上的工作我都清楚 不用交接了 我会安排人接替的 我点了点头 没有多言 随即走向自己的办公位 收拾起了东西 心中除了难过 还有一种压抑后的解脱 也许我从来就不属于 这座城市 终究有一天 我是要离开的 而这次 只是将离开的时间提前了而已 赵里来到了我的身边 扯了扯我的衣服 低声问道 赵阳 你怎么突然辞职了 我辞职了你不就爽了吗 以后这公司再也没有人 镇压着你这个娘娘腔了 我虽和赵里开着玩笑 他却很认真的对我说道 赵阳 别这么说 我们一起工作这么久 是同事 也是朋友 你帮我当朋友吗 嗯 虽然你这个人又损又坑 但是性子并不坏 每次我请假的时候 工作上的事情 你都很爽快地替我办了 别人不了解你 我是了解你的 我笑了笑 心中滋味莫名 只是拍了拍照里的肩膀 没有再言语 又低下头 开始收拾起自己的办公用品 而赵里则帮我收拾着 片刻之后 我终于收拾好了东西 然后端着纸箱 和一起共事了两年多的同事们告别 众人纷纷起身和我道别 也许这些年 他们或多或少地 被我用各种方式镇压着 但心里却并不和我计较 用赵里的话说 虽然我又坑又损 但在这个企划部里 我是光明磊落的 没有在工作上排挤过谁 重伤过谁 我点头向同事们示意 最后来到唯一坐着的方元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哥们儿 走了 方元并没有抬头 也没有理会我 他的举动让所有人诧异 他们都诧异 为什么平时里我们轻如兄弟 而此刻 方元却对我如此冷漠 终于 没有得到回应的我 苦涩地笑了笑 最后向众人挥了挥手 搬着纸箱 向公司的出口处走去 于是我的世界自有了 但仅仅是现在 而未来 却化身成为一个陷阱 拦在我人生的必经之路上 等待我掉落下去 或许会摔残了我 也或许在求生的欲望中 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然后挣扎着逃离陷阱 成为生活的高手 但结局到底如何 只有时间才能给我答案 所以我不必揣测 只需在如履薄冰中 带着求生的欲望去张望 离开公司后 我直接回到了新租的公寓里 关上门后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脱掉了鞋子 躺在床上 然后用被子蒙着自己 渴望能够抛去所有的沉重 踏踏实实地睡上一觉 很不幸 整个躺在床上的下午 我并没有一丝睡意 更多的时候 只是对着天花板发着呆 然后在恐慌中点上一支烟 周而复始终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去 于是 这座城市又被光和银所笼罩 可我却被四面的墙 隔离在一个幽暗的空间里 根本感觉不到光影的温度 似乎我的冬天 已经在冬天之前来临了 看着窗外已经被成是霓虹 映红的天空 我有些恍恍惚惚 在恍惚中又点上一支烟 只吸了一口 却一阵阵肺痛 我这才意识到 这个睡不着的下午 我已经抽了太多的烟 可那又如何 至少弥漫的烟雾 拯救了我的孤独和无助 于是我又重重地吸了一口烟 瓦解了无助 消散了孤独 可又换来一阵沉重的咳嗽 哎 人生难两全呢 夜又深了一些 我好似被全世界遗忘 在这个冰冷的角落里 依然茫然 依旧一阵阵的失神 直到手机铃声响起 才被唤醒 我翻了一个身 艰难地从床头的柜子上 拿起了手机 看了看号码 却意外地发现 是炎炎打来的 我犹豫了很久 才接通了炎炎的电话 我没有先开口 等待着炎炎的质问 这个时候 恐怕方圆已经告诉了她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炎炎炎炎炎炎的声音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严厉 我因为意外 习惯性地愣了一愣 才回答道 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啊 吃晚饭了吗 没吧 没吧 你是傻了吗 吃没吃饭你还给我一个这么摸了两口的答案啊 炎炎炎哭笑不得地对我说道 于是我立刻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案 哦 吃过了 吃的什么呀 我要不要今天上了几次厕所都和你汇报一下呀 得行 别装了 赶紧来我家吃饭 不去 你们家老公不代价我 我坚决地拒绝 实际上却是害怕面对方圆 无论我有多么正派的理由 终究还是毁了她和陈锦明的工作前途 那咱们单独出去吃 今天听方圆说你辞职了 问她什么原因也不说 老是沉着个脸 炎炎没有说下去 但意思已经很明显 她想知道我为什么辞职 方圆为什么沉着脸 我又为什么说方圆不待见我 我稍稍权衡了一下 答应了炎炎单独出去吃饭的要求 有些事情 离开这座城市之前 至少要和她说清楚 最后也希望方圆能够理解我 原谅我 我在和炎炎约好的餐厅外 等待着她的驾铃 因为炎炎开的是马自达6 我便额外注意来往的车辆中 是否有马自达6 可是最后 在我面前停下的 却是一辆红色的凯迪拉克CTS 仔细看了看 才发现是简威的车 然后便看到了坐在车里的简威和炎炎 炎炎这个巨坑的女人 说和我单独出来吃饭 却带来了简威 一闪而过的不满之后 我又深深的疑惑 为什么简威会来 难道这些天 她一直待在苏州没有离去吗 而炎炎是否已经告诉了她 迪彩只是被我生拉硬拽成的 冒名女友 这些不解 让我意外 让我忐忑 又有些许的无底自容 因为以我对炎炎的了解 她在得知迪彩不是我女朋友后 一定会告诉简威的 心中再次叹息 这似乎又是一个雪上加霜的夜 第六十三章 简威停好车 和炎炎两人一左一右 从车里走了出来 我看了看两人 却没有言语 餐厅里 炎炎和简威坐在一边 刚坐稳 炎炎便开口对我说道 说吧 你为什么辞职 就昨天我还听方云说呢 这次你几乎铁定能坐上 你们保利百货 企划文案组组长的位置 这也太突然了 太不符合逻辑了 在外边飘了这么多年 飘累了 想回去了 我笑了笑 以一副很轻松的姿态说道 炎炎表情很严肃 这肯定不是真相 赵阳 你有什么难处就和我说 行吗 工作都已经辞掉了 你真的没有必要 追根究底的问下去了 只希望你能告诉方元 我不是他想的那种 为了巴结女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出卖上司和兄弟的人渣 过几天我就回徐州了 在这座城市里 我不会带走任何东西 因为我什么也没有得到 包括方元所认为的利益 我干干净净地走 我说着不顾两个女人在场 点上了一支烟 心中净是低落 当我真的要空空如也地 离开这座城市时 才发现最该奋斗的这些年 就这么被自己浑浑噩噩地 给荒废掉了 所以我只能带着一副 没用的皮囊 从苏州回到徐州 严严挥手驱散掉 被我吐出的烟雾 言语激动地对我说道 昭阳 我不懂 你好不容易在这座城市 在你们公司看到前途 为什么要辞职 为什么又决定回徐州 哪怕辞职了 也可以找其他工作的吗 你真的就甘心 这么灰头土脸地 离开苏州吗 我被言言说到痛楚 沉默了许久 才说到 我一直火得灰头土脸的 有什么不甘心的 这个时候 一支沉默的简威 终于开了口 你回去了 那你的女朋友呢 我有些诧异 难道严严并没有告诉简威 迷彩其实并不是我的女朋友 简威一直看着我 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则看向严严 严严给了我一个眼神 是意她并没有告诉简威 这件事情 我随即说道 分手呗 这不就一句话的事情吗 这年头谁还指望谈一段爱情 就奔着白头偕老去啊 我的这句话是带着情绪的 因为简威和我分手时 就只是简单又决然地 对我说了句分手 简威再一次用那种复杂的表情 看着我 犹如上一次 她接受向尘表白前的表情 这一次 我并没有躲避简威的眼神 就这么和她对视着 我和她许多年的感情 都因为她的一句分手而崩塌 难道还有必要 去在乎和迷彩 那份根本不曾存在过的爱情吗 严严有些尴尬地看着我和简威 最后我终于在沉默后 向简威问道 你为什么和严严一起来找我 简威并没有回答 严严代替简威解释道 啊 简威这些天一直在苏州 今天晚上我们约着一起做SPA 正好吃过饭一起了 我点头 这算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只是扔不解 简威为什么一直在苏州没有离去 但我不打算问 因为和我没有一丝关系 吃饭中话题又被扯了回来 严严苦口婆心地对我说道 昭阳 离开苏州的事情 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回到徐州 一切都是未知啊 我摇头 很认真地对严严说道 不用考虑了 离开这座城市啊 对现在的我而言是最好的选择了 你能约我出来吃这顿饭 我真的挺开心的 至少我也不是一无所有啊 还被人惦记着 我一直把你当弟弟 这不是舍不得你吗 看你一个人苦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盼到熬出头的日子 又这么突然地辞职了 这都什么事啊 严严的话让我心里很不好过 更不想让她难过 于是强颜欢笑道 哎哟 你都升级为少傅了 就别整天把弟弟挂在嘴边了啊 我还在最黄金的青春期 绚烂着呢 严严苦笑 也没有再言语 确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因为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留在这里不一定对 回徐州也不一定错 我现在唯一希望的 便是方元能够理解我 若干年后 我再来到苏州 我们还能互道一声兄弟 吃完饭 简威便开车载着炎炎离去 我独自站在餐厅的门口 没有离去 又一次抽出香烟盒上的薄膜 附在眼前抬头看向星空 除了被霓虹映沉的鲜亮的天 我依旧没有找到 那座晶莹剔透的城池 更看不到 那个长发垂尖的女子 一边抽着烟 一边随着人群 走在纷扰的街道上 不知道走过了几条街 我回到了住处 机械地打开门 甚至懒得洗漱 合着衣服 用被子将自己捂得炎炎实实 然后在密不透风中 找到了一丝少的可怜的安全感 夜已经深不见底 唯一让我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还有联系的手机 又一次响了起来 我麻木地听着 却不愿意接听电话 来电铃声执着地响着 一遍又一遍 我不胜其烦 终于掀开了被子 从柜子上抓起手机 想直接抠掉电板换个清静 却意外地撇到了 给我来电的是许久不联系的乐瑶 犹豫中 我还是接通了电话 随即便听到了乐瑶的抱怨的声音 昭阳 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 睡了 我含糊着应了一句 乐瑶没有在和我纠结 迟迟再接电话的事情 用快乐的腔调对我说道 你猜猜 我现在在哪 哪 我并没有心思猜 顺着乐瑶的话问道 猜猜嘛 肯定不是在横店了呗 我回苏州了 现在在酒店里住着呢 回苏州 你们的戏这么快就拍完了吗 没有 这次剧主 要到苏州的卓振云取行 我就跟着剧主 明正言顺都回来了呗 哦 那等你有空 我请你吃饭吧 卓振云的戏都是白天的 晚上都有空的 所以 你们天晚上请我吃饭吧 嗯 明天你收工了给我电话 这样也好 离开苏州之前 还有机会和乐瑶道个别 只是想起没有抓住 他给我争取到的机会 心中又是一阵愧疚 好的 那你等我电话 哦 对了 我想到阿林饭店 去吃猪筒鸡 你还真会吃啊 人的医生 总会遇到一两个吃货的 很显然 你遇到的吃货就是我 行 没问题 我也想吃猪筒鸡了 那我从现在就开始期待了呀 期待吧 最好能再陪我喝点酒 可以的 时间不早了 我先睡了 坐等你明天的邀请 结束了和乐瑶的通话 我又一次看向窗外 月色还不错的天空 心中也期待着明天 却不知道是期待与乐瑶的见面 还是竹筒鸡 或者是那还没有喝到嘴的 几两白酒 第六十四章 这一夜 我睡得很浅 而疲倦的灵魂 却一直在灰色调的梦境中挣扎着 直到清晨的阳光 透过窗户 照在我的脸上 才疲惫不堪地醒来 我呆坐在床上许久 忽然想起 今天的我已经不必去公司了 于是又躺了下去 不想起床 也不愿意再睡着 快到中午时分 我才离开了床铺 简单洗漱了之后 当即打开了58同城网 随即在上面 公布了房屋出租的信息 我现在的打算 便是先转租掉这间屋子 然后还掉欠迷彩的那些钱 最后离开苏州 发布完房屋出租信息之后 我去楼下的小吃店 吃了一碗水面 便算搞定了自己的早饭和中饭 然后生活便陷入到索然无味中 我在封闭的房间里哭作了许久 终于不堪忍受 带着吉他离开了囚龙一样的屋子 我又一次来到了护城河边 我想对着蓝天 白云 避水 为自己唱上几首歌 以告慰疲惫的灵魂 然后静待黄昏 我一手接着一手地唱 唱得自己一会儿忧伤 一会儿又心花怒放 最后将吉他摆在一边 阳躺在草坪上 又一次顶着斜着照射过来的阳光 失神地看着白云飘过的天空 我天真的以为 那座天空的城池 会隐藏在白云的后面 于是眺望着 等待着 可是直到阳光变得绵柔 直到吹起了黄昏的风 我也没有看到那座 晶莹剔透的城池 我更加的失落 这种失落包含着现实的沉重 和幻想的破灭 于是痛上加痛 许久我才从草坪上坐了起来 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 然后在黄昏中静坐 却不是为了等待黎明 因为在这座城市 我不会再有黎明 风伴随着夕阳的落下 越吹越冷 也将我吹得清醒 不免回忆起 在这座城市里 所发生的一切 这一切 像一把锋利的刀刃 在自己的身上 拉出无数条 深深浅浅的伤口 而我只能无能为力地 看着这些伤口 往下滴着鲜血 现在鲜血快要滴近 为了活下去 我只能逃离这座城市 回到一座 虽然没有爱情 却又亲情的城市 也许有了亲情的温暖 那些伤口 也就慢慢地愈合了 平静了一天的手机 终于又响了起来 我知道是乐瑶打来的 因为我们今晚 约着一起到阿林饭店 去吃竹筒机 电话接通 乐瑶如释重负地 对我说道 我今天的戏拍完了 赵阳 咱们到哪会合 直接到阿林饭店吧 乐瑶却想了想 说道 我去你住的地方吧 然后咱们一起过去 干嘛这么麻烦呀 直接过去好了 而且啊 我现在已经不住 在原来的地方了 啊 你什么时候搬出去的 也就这几天 一阵沉默之后 我终于咬了咬牙 对乐瑶说道 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我昨天辞职了 过些天啊 我就回徐州了 乐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愣了许久 才语气激动地问道 啊 你为什么要辞职啊 上次你还说 有些会惊深的呀 是我个人的问题 这些见面后再说吧 乐瑶的情绪 明显低落了下来 再次沉默了很久 对我说道 好吧 那咱们就直接到阿林饭店见面 我应了一声 然后和乐瑶各自挂掉了电话 又往已经被光影覆盖着的 盒面看了看 拎着装吉他的盒子 向河边走去 打地来到阿林饭店时 乐瑶已经在我之前到了 他站在饭店的门口等待着我 夜晚的秋风 顺着街道呼呼地吹着 乐瑶的双手插在上衣的口袋里 脖肩白色的围巾随风飘动着 这却让他看上去更加的单薄 这种无力的单薄 又让我心中产生一阵极大的内疚 我轻步走到乐瑶面前 他眼神很复杂地看着我 我知道 对于我的忽然辞职 他心中是有埋怨的 我清楚地记得 上次见面时 我们曾约定要一起努力 做生活的高手 可我却越活越退化 俨然成了生活的奴仆 我不想让气氛太沉闷 强颜欢笑道 走吧 进去吃饭 我可以说我已经起饱了吗 乐瑶的话 让我心情沉闷 却依旧带着笑容 边将他往饭店里拉 边说道 哎呀 生气也别辱没了你吃货的名头啊 再说了 你乐意看我小人得志似的 吃毒食吗 你这也太不划算了 所以啊 别用我的错误 去惩罚您自己 对吧 说话间 我已经将乐瑶 拖进了饭店内 但乐瑶的情绪 却依旧不高 而我有点郁闷的 从服务员手中 接过菜单 一个人点起了单 片刻之后 点的菜上齐了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 而乐瑶 却没有像之前说好的那样 陪我喝些白酒 他只是要了一杯热的白水 甚至连果汁之类的饮料 都没有要 我端起不算大的酒杯 一饮而尽 扎着嘴 感叹着这白酒够味 而乐瑶却始终一言不发 这让我更加的惶恐 我从竹筒里挑了个鸡块 放进乐瑶的碗里 笑道 尝尝 看看他家厨师的手艺 有没有进步 说了 气饱了 乐瑶 负气似的 将碗里的肌肉 夹起来 扔进了我的碗里 那你也不能 进喝白开水吧 喝多了 明天起床 你那漂亮的小脸蛋 肯定浮肿 影响了明天的戏口不好 乐瑶不理会我的玩笑 面色凝重 又严肃地向我问道 你告诉我 为什么要辞职 我又给自己倒上一杯白酒 一口喝完 感受着高烈度的酒液 在腹内翻滚 无奈了许久 才对乐瑶说道 生活充满了选择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残酷的选择 我也不想 可又不得不做 你就不要这根究底了 辞职了我也不好过呀 马上我就要离开苏州了 以后见面的机会会更少 所以咱们别让气氛 这么沉重好不好 开心的吃饭 开心的喝酒不好吗 乐瑶与我对视 表情渐渐缓和了下来 无奈地说道 赵瑶 你让我想起了 少一辈的一首歌 否定先生 少一辈是谁啊 别装 上次我们还和罗本 一起去深圳的音乐节 听到他的专场 这么快就忘了吗 我就喜欢装啊 混蛋 乐瑶哭笑不得地骂了一句 随后又从我碗里夹回那块 我原本夹给他的鸡块 这才吃了起来 第六十五章 在阿林饭店吃完饭 我背着吉他和乐瑶 晃荡在苏州夜晚的街头 落叶 冷风 光影 高耸的建筑 以深秋的模样 构成了这座城市 点上一支烟 享受温饱后的烟雾迷离 不禁频频回望这座城市 真的要离开时 才发现自己也并不是多么讨厌他 甚至有一些不舍 至少他曾经记录了我的青春和生活 包括爱情 在这里我明白了 想着一个人就叫寂寞 在这里我懂得了 两个人的喜欢 如果升华成婚姻 那便叫爱情 如果只剩回忆 那便只是一段传说 让人寂寞和孤苦的传说 走得累了 我和乐瑶坐在街边的长椅上 各自沉默了一会儿 我终于向乐瑶问道 你呢 最近过得好吗 乐瑶有些茫然的摇了摇头 老样子吧 不算好 不过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 我点头 一时间也不知道 怎么去接乐瑶的话 因为我读得懂他话里的意思 他说自己没有放弃努力 实际上也是在质问我 为什么放弃了努力 短暂的沉默后 乐瑶向我问道 回到徐州号 准备怎么生活 我重重地吸了一口烟 想了好一会儿 才回答道 如果我爸愿意 给我在他工作的单位 安排一份工作 那最好 如果不愿意 自己找一份工作 然后找一个 一起过日子的女人 最后等着生老病死 不要主观地 去把自己的人生 安排得那么远 生活充满变数 不是吗 其实我情愿自己的人生 一眼能望到尽头 所以你才会幻想出一座 金银剔透的城池 作为心中的寄托 是啊 只有金银剔透 才能没有任何障碍地 看到最远处啊 或许 我们真的不是一类人 是的 你幻想出的那座 有炊烟的海岛 需要游过一片海 才能到达 所以 相较于金银剔透 你要经历的更多 乐瑶忽然想明白了 什么似的 看着我 过了很久 才说到 有没有觉得 我们就像两颗 注定不在一起 出现的星星 我在海角 你在天边 遥远呼应 却永远走不近 我没有回应 只是往远方看了看 恍惚中 好像真的看到了 那座天空之城 和一片海滩 遥遥呼应着 却彼此无法靠近 这个夜 我和乐瑶拥抱着告别 或许离开苏州 我们真的会往各自期待的方向 越走越远 终究有一天 彼此都不再忌起 我们曾经有过一夜缠绵 或许人生便是由无数个遗忘构成的 最后 在死亡中 忘掉所有的一切 时间又往前推进了三天 这两天除了吃饭 睡觉 上卫生间 我唯一做的 便是带着一个个房客 来看我现在租的这间单身公寓 这个下午 我一共带了三个房客来看房 但都是因为这样 那样的原因 没有谈成 最后来的是一对 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情侣 两人牵着手 来回打量着这间屋子 最后觉得还不错 男生向我问道 你这间屋子准备怎么租啊 压一负三 一共五千二 男生和女生对视了一眼 又低语了几句 男生又对我说道 你把两百元的零头给抹了 这间屋子我们就要了 小兄弟 两百块可不是零头 我要是不着急离开 不可能这个价钱给你的 我没有一丝商量余地地说道 当然这是我的实话 当初我是花了五千六百元租下来的 也就才住了不到一个星期而已 男生和女生又是一阵低语 这次女生对我说道 五千二也行 但是我们今晚就要搬过来 你看可以吗 可以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就把合同签了 男生女生点头表示没有问题 我随即去屋内拿出了 先前已经拟好的房屋转租合同 在两人看合同间 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下意识地以为 又是打电话要求来看房的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才意外地发现 是好几天都不曾联系的 迷彩打来的 这个电话让我百感焦急 我曾经没有下线地欺负这个女人 可也因为这个女人丢掉了在这座城市 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工作前途 或许我们真的注定是冤家 虽然有那么一点点时间 我们还算像个朋友 我走出屋外 接通电话 两人竟然都很有默契地 等待着对方先说话 沉默中 我终于按耐不住地说道 喂 你给我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不好意思 我正在看文件 不知道已经接通了 哦 你好像挺忙的嘛 你不就是卓美的一个楼馆嘛 没这么忙吧 我明明知道迷彩是卓美CEO 却胡说道 迷彩没有在意我的胡说 笑了笑 是你忙的 不过已经快忙完了 嗯 说吧 打电话找我做什么 是不是我那间被你强占了的屋子 又哪儿漏水了 不是 今天下班早 你不是说可以到你那儿吃饭的吗 我有些诧异 我是这么和迷彩说过 可是并没有指望他真的会来 难道我们不再为了那间屋子 有所纷争之后 真的可以成为朋友吗 迷彩见我迟迟不说话 又追问道 嗯 怎么不说话呢 不可以吗 还是你对你的厨艺不自信 我回过神 反问迷彩 哎 你觉得我爸主意如何 很棒啊 虎父无犬子听过吗 你来吧 今天晚上给你露一手 省得你老觉得我一无是处 哼 好啊 我待会儿就过去 嗯 喜欢吃什么菜自己去超市买啊 我可不提供食材 行 我以为迷彩会说我小气 他却只是说了一个行字 便挂掉了电话 我回到屋内 那边小两口已经看好合同 并已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接过递来的合同 用商量的语气对二人说道 和你们商量一件事情啊 那个 我待会儿有个朋友要来吃饭 今天晚上啊 就不能搬出去了 我给你们便宜200块钱 算补偿你们 行吗 男生和女生又开始咬着耳朵低语 我则有些无语 这小两口才真是相尽如宾啊 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 都要互相商量一下 我等了半天 两人终于商量完 男生对我说道 便宜400 小兄弟 做人要厚道啊 200块钱 够你俩找个宾馆住一夜 还有闲钱去吃点宵夜呢 合同已经签好了 现在这个房子 我们已经拥有使用权了 你不便宜400 我们不答应你的要求 我测 我习惯性地抱了一句粗口 男生女生似乎被我吓到了 面露惊恐之色看着我 我有些好笑地说道 你俩胆子这么小 就别学那些社会无赖 玩落井下石了好吧 男生终于壮了壮胆 说道 谁让你刚刚不肯便宜 我们200块钱的 行了行了啊 你别较劲了 400是吧 就这么着 我生平最烦娘娘强 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 男生又和女生对视一眼 好似捡了天大的便宜 喜出望外地从包里拿出钱 数了4800元递给了我 我将房屋转租合同 给了他们一份 又给了他们一把钥匙 两人随后离开 我则有些哭笑不得 想不到我朝阳 竟然也有被别人坑的时候 还他妈是一个娘娘腔 没有再多想 拿起托把打扫起了屋子 迎接迷彩的到来 这是继乐谣之后 上天又给了我一个 和迷彩告别的机会 一会儿 再来 我们先进行 一会儿 一会儿